香港主义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这个《拥抱大香港主义》的早晨节目 来到第三节 讲讲经济的状况 经济状况是什么呢 昨天香港小姐选举 也有些讨论 但我参与不了讨论 我没有看 之前有些争议是针对香港小姐的泳装环节 结果昨天也继续有泳装环节 曾三就直接发表宣言一样 事代在变 泳装不变 好像吐气阳眉 有黎明唱歌 有很多表演嘉宾 但与此同时 TVB 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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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员了十多天 裁了这个 迫迫shop 的人员 迫迫shop 是什么呢 迫迫shop 是网店 那时候 TVB 裁员了很多东西 那时候 TVB 裁员了很多东西 那时候 TVB 裁员了很多东西 除了电视业务之外 卖 TV 超级业务之外 卖 TV 超级业务之外 除此之外 还有大家记不记得 那时候还有 Big Big Channel Big Big Channel 就是 TVB 的一些网络直播的APPs 然后还有 Big Big Shock 整个系统 大家记得那时候 TVB 裁员了很多电视节目 就扣连着他那些买货的节目 看到吗 经常在电视上卖东西 那其实我觉得 就 我觉得 等一等我 不好意思 那我觉得 听不听到 听到没问题 看不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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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听到 OK 没问题的 是 好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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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的是什么 刚才说的是 是 这个 Big Big Shop Big Big Shop 就裁员 就炒人 好了 这个 我觉得都挺值得去讨论 就是 就是 为什么会炒 Big Big Shop 我们先去讨论一件事 就是 这个 TVB 大家记得那时候 就是很多 那些买货节目 带货节目那些 那些 那 就 看大陆来说 直播带货 是一个很 轻旺的行业 在网络上 可以说 就是在大陆来说 旺到不得之了 那他那个 全球都进入 这个网购形态里面 而大陆的带货直播 就把那件事推向了高峰 那样东西也是一个演员 艺人的一个很大的出路 因为你可以做到大货直播 那那个分成 分成 那个收入 就分分钟给你在演出那些 就会好很多 那 而 TVB 就是 当然他 虽然就 受到很多人的攻击 年轻人 黄丝带 很讨厌的政治立场 那样 但是问题 TVB 始终就是 香港的传播体系里面 佔最大份 那一件事 他始终都是大台来的 好了 他拿着这个大台的优势 其实就算在网络上 不算他自己逼逼商店 那些这样的东西 其实 MyTV 其实本身是 MyTV.com 其实本身在网上 其实本身都很多人收睇 因为那些人会上网看一些剧集 看那些节目 其实都很多人看的 好了 那就是说 其实他就算 无论在电视广播网络 或者是在网上的 over the top的网络 他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观众 一定的受众 一定的影响力 那拿这个观众 拿这个受众 来到去卖广告 广告市场又萎缩 那形象又不好 跟着又被那些网民又追击 那与其拿来卖广告 你应该出路 是不是直接要来卖东西 我觉得这个思维其实是没错的 是挺直线的 挺直观的 那于是乎 他除了搞这个 这个 这个 迫迫商店之外 跟着 就还收购这个市多 那市多就轮着买 但是要留意一下 他那时候 我在《大香港中神》节目也说过 就是 其实他那时候收购市多 就基本上没有付钱收购 他拿一些广告 airtime去收购他 那为什么 因为市多本身就 其实就有些欠债的 再加上你就把市多的主事人 那个市多的主事人叫什么名字 给你时间去查一下 就把那个市多的主事人 就是三个老板之一 余永山 就收进去TVB 收进去TVB 就做了这个电商部的主管 他叫什么名字 呃 不是余永山 余永山 呃 那个叫岑迪赞 余永山是谁你都不认识 你老后你还准备节目 那叫岑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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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是要整合他 那但是整合他不代表要炒人 嗯 那但是结果就是炒人 那其实就讲了一样什么呢 就是 就是其实 网购生意呢 在香港呢 事实上那个发展空间是很有限的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喂 在这个疫情底下 接着呢 大家又不能出街 接着呢 又有限聚令 各样的东西 那 那 普遍市云 普遍市云 这位听众就讲了 他说 TVB的客群未必网购 我现在就是想跟大家分析一样东西 就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说网购这件事情 会不会继续去向上发展呢 是会的 那他各样的东西配合 物流 甚至于 可能要有无人机送货 又或者 甚至于 3D printing 你在网上买东西 然后在家里3D printing 印出来 各样的可能性 都会令到网购 还会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但是在现在的环境下 他其实呢 就算已经有了个瘟疫加持 已经有了限聚令 不让你出街买东西 各种消费的 那种恐惧心态在推动下 他其实呢 就之前已经讲过了 就是他其实香港的网购 试了个顶位出来 他不是一个恒常的顶位 但是他是短期内的顶位 其实 HKTV 当然就是 香港网购的龙头 但是呢 你看到就是 他做之前各样的事情 譬如他之前跟IT合作 弄那个网购品牌 结果弄出来都是要收拾 接着呢 然后他去销售 饭售那些解决方案 就是帮别人设置网购系统 其实那个业务也是停滞的 但是TVB来说呢 如果说直线推动 直销生意来说呢 与其说带货直播各样东西 其实说受众 说直播 能够触到观众群来说 TVB其实是最多的 在所有传媒平台里面来说 任何传媒平台都不会及TVB多 而且TVB的耳价能力 就是无论是市多也好 币币币币币币也好 他拿货收货的耳价能力也强 就是强过我们很多 对不对 因为其实TVB 我们会知道 因为我们会接触的传媒 其实TVB也会接触的 那TVB会开什么的条件给传媒 我们都会通过传媒的口中 都会知道了 有些少少都叫做 按住来抢 什么叫按住来抢呢 有时就是 有时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他们为了去 为了去抢那个 这个业务 有时就是 卖出价比较低 卖出价比较低 货价都会 他有这样的条件去做 但是 那你是不是霸占到市场呢? 不是 市场都是越做越缩 市场越做越缩 市场越做越缩 情况下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于是乎 做了一件最基本的事情 就是咳人 咳人 好了 那是不是代表网购市场没得做呢? 那我自己身处其中 我不觉得网购市场没得做 但是呢 你又不要看到网购这件事 就看得这么大 其实呢 最结果而言呢 就是 我们不要只说网购 香港现在很多东西都缩 很多东西都 那是不是要削 要削 你又不要这么看 你又不要这么看 譬如我们说另一件事 这个其实是全球性的 全球性都裁员 全球都削人 刚刚呢 Facebook有一件事很可笑的 Facebook呢 就有个掌椅子政策 什么叫掌椅子政策呢? 就是呢 Facebook是会裁员的 Facebook就是裁员的 Facebook也是裁员的 Facebook也裁员 如果开工才能体现到你的工作价值 那些人就听你说回来开工 然后呢 其实呢 各个大公司 各个科技网企都是这样的情况 这宗新闻呢 不是孤例 就是呢 什么呢? 就是那些人回去公司就发现 没有掌椅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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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件事呢 就是之前 早一个月呢 已经在Tesla出现过了 那时候Tesla呢 Elon Musk 就很高调地 就在Twitter那里说 喂 要回来做事啊 要回来开工啊 你不回来开工呢 就体现不了你的价值啊 这样 好了 也体现不了你的价值 于是那些人被他恐吓才回来开工 回去就没有掌椅自己的位置 就没有掌椅自己的位置 好了 那接着呢 这个呢 同样的情况又出现在Facebook 但是你知道 Mark Sikabert 就厉害很多 Mark Sikabert 就不是Elon Musk Elon Musk 就用一些尖锐 或者是mean heart的说法 去呈现那件事 Mark Sikabert 如何呈现那件事呢 Mark Sikabert 就说 喂 你回来 没错 这个呢 其实呢 是一个新的体验来的 他呢 直接帮这件事呢 就改了个名字 叫做什么 Hot Death 叫Hot Death 是不是叫Hot Death 有没有看资料啊 阿飞 有没有看到 叫什么 没有看 没有看 阿飞 没有看不重要 我们都是类似于这样的名字 Hot Death 这样 Hot Death 这个政策 那Hot Death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呢 如果要有桌子的话 那你就要早点回来了 你要争取 你要呢 就去 大家呢 去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这个办公桌 这个资源 其实呢 都是一个Hot Desking 这样 这个呢 就是一个 大家要竞逐的资源来的 感受一下这个环境 一个新的体验 一个沉 如果用大陆的说法 就是一个沉浸式的office 体验 那些人当然是屌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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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屌子的 什么意思啊 这个呢 我觉得呢 就这个这样的 Elon Mars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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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Mars Facebook的口论好笑 那Facebook之所以要裁员 当然是跟他那个 这样的原语就很有关系 那个原语就丢了很多钱 跟着之前呢 又出了一张 原语就似拍照 跟着呢 被人笑到仆街 笑到面都黄 又说他呢 就是那个画质 去到以前呢 以前我们 就是说20年前 打机 那样的画质的水平 好了 这个 其实 如果说香港 你知香港的落后很多 嘛 说香港网购呢 就 借鉴什么呢 就借鉴这个Facebook发展元宇宙 你说那件事是不是没得发展 不是没得发展 不是没得发展 它前景一定是有的 香港网购是不是没得发展 不是 不是没得发展 但是它一定会有一个 一些这样的 樽颈位 有些这样的短期的司令 在那里 它会夹着你 其实这个东西放诸在其他环节 都是的 你说 香港经济是不是很差 差 它会差 但是消费市场在那里 虽然我第一节就说 那些人都去海外 去外国 旅游 甚至乎有些 就走资 移民 但是其实就算是这样也好 它那个消费的market 或者整体的 钱的股票 它烂船还是有三分钉 这个又回到陈奥云的比喻 它就算是一个输给原始门的通天教 它也是一个通天教 它输给新加坡的香港 它也是一个香港 这个钱其实是在那里 这个股票其实是在那里 那好了 那问题就是说 它是一个膨胀的股票 还是一个稳守的股票 萎缩的股票 就算它是一个萎缩的股票 它还是一个很大的股票 你看看香港的人 你看看香港的人 一听到日本开关 立即就订机票 订到网都淡了 你想想那些人有多少钱 是不是 它只不过省着不用 是不是 连马车都冲去韩国 马车是最好的例子 马车经常是新穷 经常是新穷 马车都可以冲去韩国 立即冲去韩国 你就知道 那个所谓穷 其实就是烂船 也不是烂船 其实根本只不过是一个 没什么怎么打你移用的船 其实都是一只豪华游轮 实际上 他只不过是不愿意用的 他不愿意用的 不愿意用 但其实他还是豪华的 他出去了 除了移民之外 他始终都是会回来的 所以问题就是你怎么哄他消费 所以 这是一个防守的时刻 这个呢 TVB就裁缘了 你说TVB做网购是否没得做呢 其实我觉得不是的 其实我觉得不是的 我不看淡TVB网购前景 如果TVB连网购都做不到 就真的管理做得很差 如果要说网购来说 我觉得TVB是最有潜力去做好网购的 比起其他的平台 TVB做这件事的优势 其实应该是多一些的 所以 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只要他能够便宜一点 这样做就行了 所以未来市场的环境 影响了什么环境呢 我觉得那个销售环境差不差 差 但是不绝望 营商环境差不差 差 但是不绝望 劳工市场差不差 这个呢 我两年前已经跟大家说了 劳工市场会很差 他最受打击的就是劳工市场 因为 大家最后一定会find out 或者找到一件事就是 香港什么都有得搞 唯独这一件事就是 怎样都要去调整一下 就是人工太能高 那所以呢 在现在的科技环境 和各样的一些AI 系统协助之下 能够cut人呢 就尽量cut人 就是个个都是会这样做的了 所以大家就做好心理准备 就是呢 所有人都是会这个做法的 面对这个 这个你说是不是一个结业潮 是结业潮 那结业潮总会有一个宗旨的时刻 结业潮伴随而理的就是裁员潮 裁员潮是不是炒了些人 不是 炒一批 请一批便宜的 一定是这样做的 那因为其实要去 在结构上面去调整 那个工资水平 你说香港和新加坡的竞争 新加坡当于香港来打 香港怎样回应新加坡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要令到工资水平追到新加坡 那你说如果工资水平追到新加坡 很大劲 是不是 你香港的消费物价 如果香港的 如果香港的薪酬水平 是新加坡的薪酬水平 而且香港的消费水平 这样是混蛋 会混蛋的 会混蛋的 但是会混蛋不是商家混蛋 是打工仔混蛋 那你作为打工仔的 怎么做 所以譬如以阿菲为例 阿菲你现在应该 第一件事就是 喂 你现在很担忧 你看到我们的听众 整天在贴那些 那些上赛机械人 你一见到那些上赛机械人 你就会担忧 那应该怎样 如果阿菲来说 如果我们刺身处地 提到阿菲来说 阿菲你应该自己的物色一部便宜 批了你下面那些 要保住自己的工作 密色一部便宜 是啊 你密色一部便宜的 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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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然后呢 你就说服你老板 就说 喂 那我还留你做什么 我维修这部东西最聰明了 哈哈哈哈 很意外 是啊 我操纵这部东西最冷耍的 哈哈哈哈 每天都要设定你的系统 哈哈哈哈 是啊 你一般人 你叫他动他不动 我拍一拍他就行了 哈哈哈哈 其他人就可以叫他走了 其他人就可以叫他走了 所以就是要剪人 剪人那怎么办 大家要积极参与 大家要积极参与 譬如那些AI系统 譬如你有很多东西 尤其是office office很多东西会剪 你知道吗 如果大家有听 大家有听 星期五笑死浸 星期五笑死浸就是说这件事情 对不对 那些这样的cam单系统 请假 那些cam单请假 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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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material 那些 那些其实 也有很多system去做的 这些system 有很多system去做的 对不对 譬如你 你餐厅也是 很多的云端落单系统 嗯 很多这样的系统 那些东西 如果你预期去防范它 倒不如你自己快点去 在公司里引入它 引入 你负责做引入那个 是 你快点 其实 譬如好像三代桥 三代桥怎么会用到 上赛机械人 三代桥的机械人 整个机械人 就是要腾空一张桌子的位置 对不对 没理由 但是那些云端落单系统 落单机实有用 是不是 自动落单机实有用 但是如果你抗拒它 那你抗拒不了 是不是 你计算一下 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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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省很多 而且它不会落错单 也不会漏单 对不对 你又会漏单 所以第一件事是什么 第一件事就是 你 你要 你要 你要什么 你要去学会系统 是 是的 就是你现在 你老板就裁员了 老板就裁员了 是不是 你现在裁员 我觉得TVB裁员是 我觉得TVB裁员是有个啟示 是不是 那你TVB裁员了 那你其实很多地方都裁员了 那老板裁员 那裁员 那裁员那一方当然是高场 是不是 是 员工当然是鸡蛋 是不是 那阿菲 你觉得怎么样 你现在站在 你现在在鸡蛋和高场之间 当然是站在高场那边 你永远都站在高场那边 你把鸡蛋给我 你立刻拿好砖头 捧给老板 老板 这块漂亮啊老板 老板 你不要拿过砖子 扔过鸡蛋 虐了 麻烦了 我这个砖头画 我这个砖头画 捧给老板 是不是 你 你自己去看好那些 云端落单系统 你在办公室上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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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 那星期五 你听到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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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学习 在外面 诺谈 是 我觉得 Mary和Calvin 那份 的工資就可以省下来 到了 那你就立刻 FP 上去 站在高牆那邊 你提供這個方案出來 我提供完這個方案 然後你又拉進這個方案 老闆也是要解僱你 那沒辦法了 有時候朝廷就有這樣的風險 叛軍園換虎 是不是? 這樣就沒辦法了 你安裝那個系統的時候 你就要整定後門程式 如果你上共了那個系統 他也是要解僱你 那你就攬炒吧 在背後門那裡破壞他 那你就成功轉型去做銷售 賣這個系統給其他餐廳 都可以的 銷售了一間就銷售了第二間 這個話題我講了很久了 這個話題我講了兩年 我都說你的行業 整個行業會消失了 但是如果有早準備就早準備 其實 其實我想說在這個環境下 結業潮啊 倒閉啊 但是其實這個世界同一時間 亦都在這個瘟疫的期間 他發明了很多東西 推出了很多東西 是幫助你減省人手的 嗯 如果你在這個moment 你是站在資方那一邊的話 你是站在請人那一方的話 其實這個也是你平價做生意的好時機 是 譬如有些人聽過說 譬如盟軍那些 去了做生意 是不是 Ken開了琴行 譬如Ken開琴行 他之前又做節目又說 經常在那邊說請不到reception 又成了那些 又沒有人做reception 那些這樣的 我覺得這個很落後 很落後 那個觀念很落後 你琴行reception 你用科技解決它 一定有些科技解決到這些事情 對不對 妄想意的 一定是在門口 一定在門口裝幾個iPad 然後怎樣 怎樣視像reception 然後那些報名系統全部都數碼化 那這些一定是 一定是搞定了 所以在車門說得對 就對了 納菲這個是搞革命的時候 這個是搞革命的好時機 你現在去propose 就是說 如果沒有reception 怎麼搞啊 如果想省了個流年怎麼搞啊 如果想省了個買貨 Venda那些怎麼搞啊 這個時候去省東西 你就可以發揮到你的所長 所以 我就想跟聽眾說 結論就是 裁員潮是必然發生的 又或者這麼說 就是一個這樣的 它必然在現在的結構上來講 香港的社會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 整個 薪酬結構必須要大幅調整 一定要將那個人工的支出大幅降低 才能夠令到香港的經濟援力去保持 那麼要做這件事怎麼做呢 這樣就一定是腥風血雨的了 那麼在腥風血雨的過程裡面來講呢 就是 就是你要自己找位 而我提醒了大家這件事 就提醒了兩年了 那麼如果兩年來你都沒有找好位 那麼就 現在都還趕得及的 但是你就要 真的要去 在這個風高浪高的環境裡面 找到一個你自己合適的位置 那麼就 建議就說得很具體了 現在做不做到就看看你自己的毅力有多大 那麼這個 亂世就出英豪 那麼就看看你是不是英豪了 好喂 我好像多了課金了 節目即時課金總額1400元 老闆就是1400元 新這個就是老闆200元 家母週三打針求平安 令上週五西昂信息給大亨感謝 拜十九的 這個新的課金 另外1000元就是 持續的祝福 就是捉完老闆開新鋪生意興隆 就拜十二歲 什麼 十二歲 二十歲後生仔 另外還有兩個 兩個100元的課金就是 明天順利入考 入賭市場 請大亨幫忙上香酬謝神恩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 祝福他考試合格 最後一份券可以合格 好 我會幫大家祈福的了 之前那位朋友那個 浪雲信息我收到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回覆你 我不知道怎麼回覆你 這樣就 有些事情 其實我已經說過了 我已經說過了 你聽回第二節 你聽回第二節 OK 好 這節到這裡 我們稍後看看阿菲說什麼